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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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初那个情形 我们当下的处理方式是 赶快去找寻这个车的车主 一方面我们报案先向警方 报案说 请警方联络这位车主来移车 然后顺便再请我们 山上的广播系统 也一起去找寻这位车主 我们可以打个岔 为什么要找警方 因为警方一透过车牌号码之后 他就可以知道车主是谁 那他们就可以联络到那个情形 然后再做广播 因为就是情急之下必要这样做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 要载禁止的大货车要进去 就刚卡在那个地方 对他都卡在那里 完全就没办法行动了 是是是 找到人以后 找到人以后 应该是很不好意思吧 找到人以后 通常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人都是建设转上去 然后反而就对我们大小声 这样子 所以那一次的冲突 其实就差一点就动手起来了 然后也是后面也是那个 载禁止的大卡车司机说 你就是真的停这样子就是不会过啊 要不然装下去的话 你自己负责啊 是是是是 然后大家鼻子摸一摸把车子开走 哦 这个问题大条了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可能呢 就是在我们水路法会的时候 来当义工啊 可能一个做一个做一个做不完 但是呢也急 可是呢车子过不去呢 我们交通指挥也是骑也是很急啊 这个时候大家互相道歉了事嘛 就没事了 如果说不好意思当书去 我也很不好意思 因为为了大家交通方便啦 所以大家尽量配合 那师傅常常开始我们说 我们也要成就一次的 水路大法会的圆满啦 我们用到财力物力人力真的很多 但是呢多是大家很欢喜心来布施 可是真的要有一个沉直的心啊 这才是对的啦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交通队的队长啊 像这种情况 您知道了 您会出来做调节吗 当然是道队长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没事因为可能是师傅讲过了 大法会就是给你解缘消灾的地方 是 所以有时候碰到这个情形 我都会去处理 要是因为晚上我就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我道队长一整天都要 都要在服务区那里 服务大家 所以有事情的话我都会出去处理掉 是是 因为大家是方向西西来拜老祖 来参加火会 是 师傅也有讲过嘛 什么玩 什么时候 就在这里大家解决掉就好了 是是是是是 我们知道就在我们的交通大队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停啊 就在我们三门的对面嘛 对对 那个地方呢有很多我们的交通人员就是在那里稍微休息一下 或者是在交换班的时候都会在那里休息 对对对对 如果我们停车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想要多停一下时间呢 你也可以下来说一下说我到底要再停一下啦 那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知道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最久的 譬如说您在我们的大队里面看这个前后八天的交通指挥嘛 那这前后八天呢 到底车子停最久的是 有人一直停停很久吗 都没有动吗 因为大部分我自己做了好几年都是因为礼拜天礼拜六 或是圆满的那一天 是 因为圆满的那一天更糟糕啊 哦 怎么说啦 因为有的人包括有没有 浦州他们有时候我是很为难啦 因为那个最圆满的时候是要接东西回去嘛 是 还有的是真的是他们是很连来的啦 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浦州那边他们都宣传不够啊 是 因为在第三停车场的话应该是礼拜一跟礼拜五 开始做好为了礼拜一跟礼拜五 在第三停车场那里我在领满舟啊 是 结果有些可能是先打不过或是什么 他们也是跑到去那边说要停车 到时候真的是很难去控制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的话我要宣传一下 由于补品的话 你们要领的话 星期一到星期五在第三停车场 星期六圆满的那一天在股风工那里发放 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 能够提早一两天去载 不要说等到圆满的时候因为我们送圣送完的话 就是要每个道场要借东西回去 那有时候因为有四十几个道场嘛 所以他们要引回去的时候可能中间在那个路上的话 可能会停留比较久 所以有时候会打结 所以我希望说领满舟的检视同修 能够提前一天或是两天去载 因为大部分到星期一跟星期五都在第三停车场那里 是是是 最后一天就是在股风工 我再讲一遍 在股风工那一遍也有在领 不要再跑来在大门那里又要在谱舟 人家那个宋盛又要宋盛 中期要接回去又再来打结 那最后一天真的是 有时候他们闲事同修 他们拜托大家就是路不大 如果大就给你们停 停在路边每年都发生这个事情 是是所以在我们圆满日的当天 如果说你要来把浦州带走的话 最好是早上的时间 应该不会有用到 因为我们颂盛是在下午嘛 那下午的时间在圆满的时候 那天要颂盛可能就是有 很多的中期要回去 所以大家配合一下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有一点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第五组的组长游贤士 就是我们交通指挥的话 不只是只有在马路上 这条路的指挥跟路口 应该在我们的厂内也有 这些厂内厂外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些指挥的工作呢 厂内的指挥是以 那个请就是让同修们的车子能够到定位 然后不要乱停去影响到说车子的进出 是 路上场外路上的指挥就是尽量保持那一 我们那个厂佛市前面那条路的畅通 不要去阻碍到附近邻居的进出 是是场内有人在停车的时候 他会乱停吗 比如说我们的格子是一个一个嘛 我们是用的是线或者是白粉 对不对 那有人会车子没有停好 没有停证就赶快跑了 那这个可能一个人的车位呢 几乎要再占别人的一个车位的一半了 像这个也是我们交通指挥 要去指挥他的吗 对因为这种情形其实每一年都会有 有些人经过劝导之后他们会停好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就这样子停 位置还那么大怎么样的 就很奇怪很多各种理由 是是是 所以想方法用各种理由 为自己停错了来做解释 这是也也最好是配合一下 不过我想请问一下队长 我们的交 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游览车来吗 对对对 那游览车它是停在第几个停车场 因为游览车我们是建议他们说 因为法卫时间很多人都会 在第三停车场那里停嘛 是 我是怕说游览车进来的时候 他们那个车子都会有时候会受伤 他们到车子嘛 进来有时候有很多电线或是什么 树啊水果啊有人动啊 这是这是上面我们第三停车场上面 有很多那个电线 是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是统一 然后在法卫的期间统一在驿站那里边停 驿站 所以那边就有交通指挥在那里做指挥 对 如果是坐游览车大车大巴斯的话 就是一定要停在那个地方 麻煩各大厂 如果你們有大車子 游覽車來的時候 我們是統一 八天統一 游覽車都要停在驛站那一邊 不要進入第三停車場 因為如果進來的時候 怕你車子會受損 一台車子十五百萬 不是開玩笑 班金起來也很貴 所以驛站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借來的 那個地方停車場蠻大的 所以停在那裡 讓我們的閒市同修義工們走上來 其實也不錯 沿途的這一些的風景 還有感染一下 我們水路法會的那種感覺 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的郵組長 你也是 就是在大概有 交通只會有十年的時間 這十年的時間 你覺得說 目前這一兩年來 改善最多的還是 還是有一些呢 改善最多的是什麼 還是還有一些 還有漏息都還沒有改的 改善最多的就是現在 經過規勸之後 大家都會比較 荷炎月色跟你講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知道 謝謝謝謝 是 都會這樣子 是 然後以前的話就會 以前也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好像大家火氣都比較大吧 因為可能我們法會辦了那麼久之後 已經消災化解 化了比較多的淵醜 所以現在大家都比較會心平氣 是是 這師傅每次法會的時候 在我們共修都會一再的開示 也一再的開導我們顯示同修 為的是什麼 師傅說每一年 為什麼會在我們法會的時候 有些義工 有時候三言兩語不合 結果就吵起來了 其實這不是我們自己的本意 因為在我們法會之前 或者是法會其中 其實有很多的靈界 他也是一樣 他急了 然後我們就會被他影響 其實一句很小的話 結果就變成雙方面 大家就吵起來了 也說甚至大動干戈 這個是每一次師傅開設以後 後來就是要讓我們心開一節 每個人其實來到場 大家來做義工 來做這種無畏師的不師的精神 都已經功德很大了 那很多的事情 我們一定心平氣和 就引起我們內心的這些靈界 來干擾就干擾不了了 我相信你們在做交通指揮 一定有碰到這些事吧 對對對 判斷好多 是 因為 有的我是 因為師傅的家長 我是說 有時候看到他們的眼神不一樣 就是 那你要轉化嗎 對啊 就是他們來的時候 可能那個 眼神都不一樣 跟正常的人不一樣 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啊 我是就是 12年以來 在做交通 我們慢慢觀察說 奇怪這個人是 是怎麼眼神不一樣 跟我們正常的眼神 那個眼珠都不一樣 是 他們來的時候 奇怪好像怪怪的 晚上會像貓一樣發亮嗎 不是讓牠眼球會縮小 會縮小 對 是 那裡就是有伊芙林 有伊芙林 那時候你的口氣就要比較 對對對 因為有多人來 因為長期在做 長期在做交通 我 有一點印象說 因為有一個心中的時候 牠衣物能可能是 好像牠的眼睛都不一樣 就是瞳孔會縮小 是 我們正常的 差不多縮小 跟正常的比例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是 像貓眼一樣 就是好像那白眼都忠用一點而已 這個怪怪的怪的 對 我碰到好多個都這樣 可是牠們都上期的時候 再下來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了 因為工上的聯位 我們有一個懺悔的文書 就是每一個聯位 每一個聯位 都有一個記文的文書 我們只要誠心相應心 好好的秉文書 其實不管是伊芙林 或者是我們的原親債主 或者其他的這些聯位上的株林 它會心開意解 相同的就是達到我們水路大法會 最大的一個目的就是行安 這個瞳孔 你就會變成正常的回來了 對 聽起來還是怪恐怖的 那你有碰到這樣 那麼奇怪的事嗎 我個人 我個人其實沒碰到什麼 我就覺得 反正大家都一樣 你過來 就算你再生氣 你用最不好的口氣跟我講 會是跟你說 法會期間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服務不周 就請你原諒 是 可是一樣就是 車子請停到正確要停的地方 是 對 聽起來想要發揮器也沒得花了 對 就是好好的做好 我們扮演好我們交通指揮的角色 然後我們聽車的人 也要遵守一下我們指揮的宣導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化解干戈了 如果一個是說話也不客氣 當然回向給對方的 對方當然也不客氣一下槓上來了 那當然這個指揮的時候大家火氣旺 天氣又熱一下下來的時候 本來是很高興的一天 變成這一天 就覺得說那那不就這樣 好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這麼多年當中 有我們12年了 那這些的交通的配備到底夠不夠 譬如我們知道就是說 直勤的像這種無線電 我們的這個有燈的那種交通指揮 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什麼人的情況之下 可以坐我們的接駁車 因為接駁車 因為我們的規劃應該是前天 可是我們禮拜一跟禮拜五的話 可能因為開車不是說每天可以開 所以大部分都集中在禮拜六 禮拜天 跟那個最後一天也滿日 是都有至少有兩台交通車幫忙 像一些身體不方便的 或是腳不方便的 或是比較年老的長者 我們都有服務 是 都有交通車幫忙服務 只要你跟我們交通組 每一個成員講 他們就會派車過去接你們 是的 所以這個接駁車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郵組長 接駁車它是從停車場 最前面那個停車場 一直接駁到 應該是只有到大門而已 對 因為其他因為我們排駁 說進不去 有的時候如果是一些身心障礙 我們會直接載到 載到那個大殿去 大殿啊 從那個地方上去 對 另外那個小門進去 是是是 那如果一般人我們就是接到大殿 就到那個大的停車場那裡嗎 大門那裡嗎 就直接到大門口下車 是是是 那如果說像剛剛我們姚隊長說的 那就是一定要再從哪裡去了 所以接駁車你也開嗎 接駁車會 接駁車其實就是 每一組的時候 人員充足的時候 就一定會派一個人在接駁車那邊待命 是 對 那如果人員不足的話 就是我們會 我們會請對方 如果他們是坐車來的 就會請他們的人 先把他載到我們的大門口那邊 是 然後請他們下車之後 在我們的交通指揮部那邊 先站坐休息 是 然後請司機停到他該停的地方之後 在上海一起進去我們先伯市 是 所以有可能人多的時候 接駁車就要來來回回的跑了 對 是 那禮拜六禮拜天就是人最多的時候 在我們的交通指揮當中 有沒有加派一些我們的人馬過來服務 通常禮拜六禮拜天跟那個圓馬那一天 我們交通組是以全組的人 人員 就是整個交通隊的全隊人員都要出勤 全部都要出勤的 對 那120個人都到 對 對 都要到 因為 因為 禮拜天禮拜日有一次 你們應該是攝影也有攝過 連那個機攤位要插箱就困難了 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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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 極亥年公祖王廠老祖聖誕千秋水陸大法會 今年已經邁入第二十二壇了 從第一壇到現在已經二十二年的時間了 擁有這麼多的信眾 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 有個正法 我們老祖師尊 還有諸仙佛菩薩 還有師父的慈悲 舉辦水陸大法會 為的就是要 明陽兩立 消災化絕 讓我們每個人 可以感恩我們的祖先 就是知恩感恩報恩之外 也就是給我們每個人 在法會期間 我們所公設的這些的連位 我們可以感恩這些竹林們 也希望要懺悔我們自己 過去所造得住二葉 所以我想最後請我們的姚隊長 有沒有需要跟大家做宣導的 因為現在似乎有新的停車場 規劃是在那個土地公的後面 進入的話是從第三停車場進去 不要搞錯了 我說那個蔣師跟法師 我們因為師父慈悲 有買一塊新的停車場給你們 所以你們要好好應用 全部的進出就是從第三停車場進去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浦州 因為上去年有人跟我提議 他們輸那個收浦州的話 說我們沒有給他停 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們他晚上要來收浦州 我就叫他們去填他們 填號碼跟名字 我就給他們方便移民停 那這我想就是說要我們的隊長 跟我們的浦州的隊長 應該要大家協調一下 可能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們 因為那個收浦州的話 他們不同的到場 是是是是 有的是來支援的 對還是要做宣導一下 大家相互配合 對我是說你們登記好 就可以給你們進去裡面停 是好那游主長 鼓勵大家停車 注意我們的停車規則 各位行事同修 這一次的法會 希望大家都能夠遵從停車指示 然後該停哪裡就停哪裡 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擾 是是然後讓我們的微信中 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是一個尊法 而且守法的一個宗教 是而且讓法會更加圓滿 今天謝謝我們的隊長 還有我們的游主長 謝謝接受訪問 謝謝感恩 阿彌陀佛 同時感謝收看水陸大法會 義工立人天 祝福大家阿彌陀佛 我把我做很像 我該趕我笑真唱 遙憾人心笑騎 我該趕我笑真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